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木系风格加日式田园设计的 轻食咖啡店 轻女咖啡 经过一片绿油油草地中间的小径 躺开大门 立即见到一幅咖啡世界地图 自然光线由两旁的窗户透入来 加上木系风格充满温暖感 这里供应咖啡 茶泪 冰沙 简单的轻食和甜品 听着柔和的音乐 享受一段咖啡时光 玫瑰拿铁咖啡 奶香之后的咖啡鱼韵不算强烈 再加少少玫瑰的花香味 味道整体上够平衡 配上两块微甜的砂糖饼干 令味蕾感觉多一点层次 手冲咖啡 轻雷皇家 混合四种不同国家的咖啡豆 全部属于中心烘焙 大微酸 入口才有一股微香 酸味的确较轻 不过后径就有点弱了 以层次感来说 只是属于一般中规中矩 除了热手冲之外 另外还有一小杯冰镇咖啡 冰镇后令果香味增加 比较之下比热饮出色 法式野菇咸派坐时梳 饼皮松软 入面的馅料颇为丰富 虽然是蔬菜派 但饱肚感一点都不输舌 半碟的蔬菜清乱爽脆 够健康 墨西加利鸡肉起司薄饼 馅料泡满整块薄饼 一点都没手软 调味适中烤焗的时间掌握得好 馅料仍然充满水分 中间的馅料湿润 薄饼的边位非常酥脆 形成两种口感非常过瘾 今集的介绍是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希望可以按赞 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